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缅墨水写纸 用清水书写 纸面上马上会显现出墨色字迹 几分钟后墨迹消失 又可以反复使用 以水带墨 经济又卫生 这样一张纸可以反复使用上千次 是不是很滑得来呀 在水写纸 谁写不上写字的优点 第一 可以练习字的基本笔画 找出笔画书写的感觉 适合初学者练习 第二 可以练习字的肩架结构 掌握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疏密 长短 粗细 可以在水写部上先练习 找到规律 而且还能对写字的运笔方法进行练习 很像舞蹈演员练基本功 踢腿 旋转 跳跃翻腾等等 反复多次练习 开始练习时是不用穿上演出服装的 刚才写的字都看不清了 吸墨如金 吸墨如金就是把墨看得像金字一样贵 舍不得用 不错 从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 吸墨如金 原来只做画石墨色要一遍遍的薄薄的图 最后才能达到鉴刺深入 浓淡有质的深厚效果 而不宜一次大量使用浓墨 后来用吸墨如金比喻写字 作画态度谨慎 不轻易下笔 比如说某个画家 他向来吸墨如金 虽然创作不多 却是渐渐极品 在谁写不上写字感觉很舒服 笔画顺畅 还不用顾及墨织的多少 然而在宣纸上用墨织写字 就大不一样了 用毛笔沾水在谁写不上写 缺乏粘性 所以书写很流畅 笔风很细滑 而用墨织写 因为墨织中大多含有胶纸 笔风运笔和行笔都比水写不阻尼大 运笔过程有一定的难度 要想真正练出书法水平 把握笔画和墨道 用毛编纸练字更好 因为书法很讲究笔法 论墨 墨多墨少 笔画枯色 浓淡不易等等 在水写不上无法表现出来 几年前 我有一个朋友 想给夏令营的孩子介绍中国文化 所以办了一个中国书法学习班 结果呢 那些孩子们 把这个墨织墨水弄得到处都是 黑乎乎得很难清洗 忙得他焦头烂额 下次再也不敢办这样的书法班了 其实让小孩子用这种缅墨水写纸来学习写字 不用担心弄脏衣服 可以体验到写毛笔字的感觉 还是比较可行的 这样孩子在学写中国字的同时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打下了一点基础 这种省墨又省纸的办法 初学书法的朋友不妨试试 在今天的视频结束前 说个有趣的一字连的故事 清朝咸丰年间 有一个才子出了一个一字连球队 曰 墨 不少人以书 彼等对之 均不巧妙 独有一人对上 此对聚十分功巧 从字上半部的颜色到下半部的五行 雌性相同 屏字相对 确实不可多得 是人称为妙队 您猜到是哪个字了吗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